这是Chrome,一款实战率原创Edge Safari活乎的顶级热乱器 它之所以能受广大玩家追捕,甚至是Edge能有如今地位 都和Chrome的插件密不可分 现在的观众可能不知道插件是啥,能干什么 可以看看小雨往期视频,相信这能为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雨 插件能让我们在上网过程中事半功倍 但过多插件却会拖满热乱器的响应速度 若是Chrome能坐稳老大哥的地位 也要领先于其他热乱器,也绝非仅靠插件 本期视频咱们就先抛开插件 聊聊Chrome本身的一些功能设置 以及一些进阶使用技巧 看完这期视频,你也一定会有些收获 很多第一次用Chrome的小伙伴可能会遇到下面的情况 虽然在地址栏直接输入百度的网址就能正常使用 但每次打开都输入,不免有些麻烦 像小雨每次打开Chrome,第一件事就是学习 不是,搞错了,是这个 不仅页面美观,还能多引擎切换搜索 只需稍加设置就能一劳永逸 找到并点击右上角3.33进入设置 点击搜索引擎,这里选择你喜欢的搜索引擎 然后点击下方启动时选择第三项 添加新网页,输入这个网址 完成这些后就成为了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Chrome了 不少小伙伴写报告,总结心得都会去网上找灵感 肯定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作为CV工程师,我们只需要在复制网页时使用快捷键 Ctrl加P,召唤打印工具 在打印文章中,自由选择需要的文字就能复制粘贴了 如果我们遇到360这样的流氓网页 使用Ctrl加P会跳转到强制登录 那我们只能使用终极神迹了 按RF12进入调试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设置菜单 勾选提供这个JavaScript按钮 这样网页内容就能自由复制了 关于弊端,小语这里也简单说一下 进入JavaScript后,网页上的一些按钮图片特效 可能会无法正常显示或者运行 就好比玩具需要电池一样 网页需要GS来展示一些有趣的内容 所以复制完需要的内容后,记得关闭 不过咱们在控制台这里更改,只是临时修改 关闭后再次打开网页,也能恢复GS开启状态 各位小伙伴在网页上看视频 想保存视频上的内容 使用快捷键截图难免会有播放器空间的干扰 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只需鼠标在视频播放窗口右键两次 然后点击视频帧 就能在其他窗口中粘贴保存了 在日常学习中,特别是打开多个网页后 617内存占用增加 导致新的软件或者网页加载速度变慢 哎,我X怎么卡了 解决这个也非常简单 换一台新电脑 依旧点击右上角四点菜单进入设置 找到性能,开启内存节省程序 开启后休眠一些闲置网页 能有效减少一些自研占用 同时该功能配有白名单模式 可以对常用网站单独关闭 长期使用特定网页 可以开启下方速度中的拓展型预加载 这样每次打开就能有更快的显示速度了 最后对于使用笔记本电脑的用户 该设置下会有一个节能模式 开启后能获得更长的移动办公时间 经常使用浪漫机下载学习资 不是啊 是文件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浪漫机本身的下载效率是不如插件的 但在Chrome中顶部的搜索栏中输入这行代码 进入功能实验室 然后在搜索框中输入这段内容 并在选项框中切换到开启 然后点击去下角的重新加载 就可以直接解锁高速下载了 可以看到相较于未开启前 同样一份文件下载速度能有明显的提升 为什么Chrome没有默认打开多线程下载呢 这里也简单解释一下原因 多线程下载的本质是通过文件分割成小块 并使用多个链接同时下载 提高整体下载速度 举例来说下载一个1GB的文件 分成8个128兆的块 通过建立8个链接同时下载 理论上可以将下载速度从1兆提升到8兆 下载完成后再将这些块和并成完整文件 这是为什么有些文件下载后会出现短暂的暂停 该技术对大文件和高延迟网络连接比较有效 但对于大多数文件 单线程下载可能已经足够快速 而多线程下载反而会增加系统和网络资源的负担 同时一些互联网提供商为了节省服务器 以及网络资费 会在服务端进行限制 例如网站服务器限制同一IP 只能建立一个下载链接 或者文件不显示总大小 因为没有总大小就无法有效的分割文件 从而就无法进行多线程下载 你说是吧 某度 俗话说好码配好安 好的暖机怎么能没有一个现代化设计的界面 直接在地上栏中输入这两行代码 将两项功能打开 可以看到对比之前 这样的圆角UI可能更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审美 虽说两项解释UI的更改 不是这套功能 但使用上的愉悦又何尝不能加速生产力呢 开启新功能后 窗口一张角会出现一个直向的图标 点击即可展开当前打开和最近关闭的页面 点击下方侧边栏图标 展开后会有阅读清单 书签 朗读模式 其中阅读清单和数千类似 都可以记录下当前页面 不过阅读清单更像是一个临时存储箱 只适合收藏一些 看完不会再阅读的内容 下面这个朗读模式就很实用了 小宇平时看个小说 视线都忍不住左飘右移的 无法聚精会神阅读 进入该模式后 不仅能帮你屏蔽网页上的女法师 还能自定义字体大小 背景颜色 字体兼具等等 向左拉大窗口 曾经是阅读 可以说拖拖的网页阅读神器 栏目底部还有一个目前不支持修改的404搜索 相当于一个UI统一的分屏 如果有校办能用上的话 会对你阅读文章时 补充知识有一定的作用 最后这个功能 小宇觉得是最黑科技的 甚至能让你不买会员 也能看到高清视频 不过该功能目前体现于 英伟达20-40G系列显卡 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 先打开显卡控制面板 选择调整视频设置 勾选RTX视频增强选项 然后选择质量档位 数字越大 效果越好 但功耗也会更高 选择好后点击应用 大家可以看看视频对比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功能并没有开启提示 我们可以快捷键 奥特价 呼出性能涂层 查看GPU占用 这个功耗有点起飞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好了 评论区别问了 小宇也帮大家试过了 不仅是在线 将本地小 啊不是 是学习资料 拖入Chrome 也是能开启 本地视频的超分辨率的 98都长这样 怎么298 不得起飞了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所有内容 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 投币 加关注 我是小宇拜 一个分享黑客气的 封号区RT主 我们先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